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减肥40公斤中学到的一些正确看待减肥的心态与心得 主要是针对减肥这个整个这个事情你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思想上的准备 第一点就是减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动力的话,我建议呢就不要先开始 需要去看看自己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减肥 说不定你根本不需要减肥 因为减肥非常困难,为什么呢 这个人的演变导致我们的身体非常容易储存脂肪 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他不一定在他定时有可能吃一顿 要持续好多天的那个高强度的劳动力 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储存额外的脂肪非常容易储存 所以呢减肥呢等于是在跟我们这个天性进行斗争 所以肯定是非常难的,如果减肥很容易的话 人类可能都已经灭绝了,对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不要把减肥呢想的过于复杂什么什么道理 虽说减肥很难,但它的根本很简单 它的根源就是一个支出摄入 就像你的银行账户一样的 你只要记住你的身体就跟银行账户一样 如果你不断地用钱而不存钱,你的银行账户就没有钱 减肥也是一个道理,你只要记住吸收进去能量 小于你支出出去的能量,那么你就会瘦 不管你用生铜啊,还是网上流行的断食啊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第三点就是减肥请不要设置目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在减肥过程中发现 其实只是要达到这个理想体重并不难 谁都可以做到,谁能力几个月都可以做到 问题是当你设定一个目标之后 你达到了之后你就会 人就是这样子,人就会变得空虚,变得没有追求 那么就像你买包一样,你买表一样 如果你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那么你买了之后你会开心个几个月 对吧,你会开心个几天,几周都有可能 之后呢,新鲜感过去就还好了,对吧 东西就给你放在旁边了 减肥不一样 减肥的话如果你没有持续地对身体控制 持续地一个激励自己的方式 或者一个心态 那么这些减去的肥肉它随时都会来 而不像包,它只是在旁边而已 它是你的,就是你的 肥肉其实很容易就会回来的 所以减肥呢,不要去设置目标 那么第四点 就是我想谈到的,那么如何看待减肥 就是你要把它减肥看作一个 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事情 你要想到的就是以前你胖的时候 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现在就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个就跟戒烟一个道理 如果你之前抽烟 你戒烟成功 就意味着你不再抽烟 减肥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之前是乱吃 不运动 暴饮暴食 开始减肥了 减肥成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 你不再暴饮暴食 你不再吃垃圾食品 你会经常运动 你会以一个跟健康的方式来生活 跟长久的方式来生活 这样子呢 可以让你不用再去烦恼这些减肥的重量 又回来 然后再去减 再去回来 这种恶性循环里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达到度高体重之后 他就放弃了 他就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了 那又胖出来了 然后自己再减 那么这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很有可能增的非常容易 随着年龄上去 新生代谢下降的话 很有可能减 就不一定有增的快乐 第五点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关于这个欺骗餐的事情 很多时候讲到减肥 讲到饮食 都会讲到欺骗餐 而且网上呢 其实对欺骗餐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什么说法都有 具体有没有用呢 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原理是值 当你一直减肥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呢 会进入一个 就是紧急模式 它会觉得你 你在闹饥荒 所以的代谢呢 会下降 基础代谢会下降 那么基础代谢下降的话呢 身体就不那么容易 去燃烧脂肪 因为它需要把脂肪存在 以备这个紧急的时刻 那么欺骗餐呢 这时候如果你吃了呢 就会欺骗到身体 让它觉得 哦 我没有在闹饥荒 一切正常 那么又可以一样的 速度去减肥 这个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但是我40公斤减肥中 我意识到的一点就是 你的 人的意志力 是更需要去磨练的 相比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 为什么 只有你有意志往下走 你的脂肪才会不断地被 剪掉 并且不断地回来 而如果只是基础代谢的话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而欺骗餐的问题就在于 它呢会让你的意志变得薄弱 人的天性是非常贪的 他吃一顿他就会要两顿 所以很多人都会变成 从欺骗餐呢变成欺骗日 从欺骗日呢变成整个周末我乱吃 这个其实就很难控制 我自己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住 如果我开始的话 并且欺骗餐到底怎么个吃法 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究 很多网上的道理都是说 你可以吃一个任意想吃 但是它并没有指出 你应该吃什么样的 是以碳水更多呢 还是以蛋白更多 还是脂肪更多 它也没有这样子的讲法 并且到底多少砍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算 所以我记忆大家 在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 你想看到成效的话 请不要相信这个欺骗餐有用 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失望 包括我以前自己 我以前一直骗自己 让自己觉得欺骗餐很有用 但这个呢其实是不对的 只有让自己吃的稍微美味的同时 又健康 这样子呢才能持久 而不是一周 整个周一到周五 全是水煮鸡胸 周六周天我来等欺骗餐 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也是非常难控制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